雷人当他,我是威尔 是Yokadia,我是露露 关注一下上海在中国上海的一则新闻 有一名网路女主播 她平时的月收入是挺高的 不过最近就因为被怀疑是劈腿 结果就遭到她男友杀尿包袱 为什么要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那个女生其实也有一点问题 因为她是被一个小学生包养 她其实有真的被包养吗 其实是说人家怀疑她有劈腿或外遇 怎么用外遇呢 但是她没有拒绝 她没有拒绝 但有没有接受呢 应该也没有吧 你看这名小学生是怎样 就是她是一名 我觉得是有钱人的孩子吧 土豪的孩子 她的整个零用钱是多少呢 八万多人民币 也就是说大概有四万八千令吉 马币吧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这是老爸给她的零用钱 一个月是这样子 所以她就说她钱多到不知道怎么样花 就要这个女主播做她的女人 你看她的对话是这样子的 是十分暧昧的 她就跟这个女主播说 做我的女人 我保证你做梦都能孝心 同意的话 今年的压税钱我分你一半 然后不要考虑太久 班里有很多女同学都已经跟我表白了 是 其实她 她真的很好笑 就你 其实她 那个新闻里面 她是有放上她们的那个微信的check 对 然后她就有说 她讲什么 我爸就给我了一个八万多 我都不知道怎么花 那你就过来跟我一起住啊 这样子 然后那个女生就有说 我月薪是十多万 你能给我多少 你就直接来我家住就好了 你也不用再租屋子 你 你的工作呢 就是娱乐我 我觉得 现在的小学生啊 到底怎么啦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 想当天我们小学生的时候 还很单纯 还很天真的 不是吗 是啊 你别说小学生 你叫我现在 即使我有这样的钱啊 我觉得我应该不懂 这样的话我应该不会说吧 做我的女人 我保证你做梦都能笑 我想都没想过 这样子的话是怎么说出来的 而且是 呃 什么说呢 呃 你怎么说 搬到我家来跟我住 但也可能这是还没有到 那时候就不会说 可能到那时候我也懂得 怎么说了 因为可能我觉得 他是套用那些 就是我们 呃 老一辈的人不是会说吗 啊 如果发达了以后啊 我真是做梦都会被笑醒啊 这样子 的那个话语吧 所以他就说 你做我的女人 就可能就是像是 呃 幸福到 呃 会做梦也会笑醒 嗯 这个当然我觉得是单方面的啦 因为从他的整个 呃 对话里头呢 我可以看到的女主播 其实也没有很怎么样啦 就是说呃 叫他别闹啊 然后叫他好好学习啊 然后就还说了什么 就是说呃 你你 怎样讲 叫他自己 不要想那么多 这样小 你怎么养我啊 这样子 可是他有说 那个那个男的就有问他 那个小学生就有问他 你什么时候要跟你男朋友分手啊 嗯 那那个女主播是跟他说快乐 呃 这个正常啊 就是人家问你 然后他可能也不想跟他的这个女主 呃 跟他 跟别人 就是说他也不想隐瞒 所以他就直接回答 但是他说快乐也不代表说 他会跟这个人在一起啊 哦 呃 有的是钱啊 他认为 嗯 但这个都是哎 小学生的东西 别花太多时间去 对 我觉得好无聊 好无聊 就看到这一则新闻 然后我们关注一个比较严肃的啦 就是南海的中裁庭的判决 那中国这方面呢 就自然是之前已经说了哈 就是不会去理 也不承认 呃 不实行等等等等 呃 这些做法 那美国会有什么反应呢 大家也是关注说 然后美国就希望各方呢 就要呃冷静 然后不要以武力来处理这些事件 其实很多人感觉像 很多国家都不希望美国去插手这一件事情 是吗 有人不希望美国插手 我倒觉得很多人都希望美国插手 自己不用出面是最好的 是啊 我看到了就有些说希望美国 想是中国还是什么国家 中国当然是希望美国不要插手啊 他就说 他就说美国还是不要来插手就好了 而且他也 中国也希望说 因为他他他不他不承认嘛 所以他也希望呃 呃那个菲律宾 呃可以一起不承认 就把那个裁决就当做是一张废纸 然后就就隔到一边就好了 然后他们就回到谈判桌上 继续他们的谈判 菲律宾不可能不承认 因为这整个都是菲律宾自己提出来的 是他提出这个控诉 然后现在他赢了这个控诉 所以菲律宾哪里可能说不承认的 对啊 而且是对他有利的事情啊 中国就感觉就很意向情愿的 就是要所有的国家都不承认这件事情 对这几乎是不可能 因为对中国越不越越不利 那对其他国家就越有利 这是很明显的 那美国当然是站在呃这个要 再次回到亚洲啊呃这个区域呢 他当然会有插手这件事情的 只是说他现在呢 还是以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 他就说啊不要 大家不要把这个群 这局势呢呃升高 这个紧张的这个局势呃 毕竟美国他其实没有在这个大概 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呢 有伸说任何主权 但是他就说 所有船运有权通过呃 这个是为国际水域的这个区域 所以当然他要他的目的很明显 就希望可以再入主亚洲 美国 美国对 他的目的是很明显的 那当然他也要这个方 这个方式说的 他说的是所有船运都有权通过 这个船运他不止的 可能不单只是在贸易方面的船 可能军舰啊那些等等啊 你可以放船通过 你军舰自然可以通过 所以你也可以让你的这个军队 虽然说已经驻扎在 呃东南亚一些亚洲国家 都有这美国的这个军队驻扎 但并不是那么足够 也许他们觉得还不足够我的军力 我要把我的军事延伸到世界各地 嗯除了美国以外呢 其实很多的国家呢 其实也希望说 他们可以尊重那个决定 也希望他们可以好好地谈啊 因为怎么说 其实开战对所有的 对全球都没有好处吧 我觉得 所以大家都希望可以和平地解决这件事情 开战会不会对全部人没有好处 我之前是这么想的 但是后来慢慢发展到现在呢 呃 我有一点改变了 我的想法 我觉得开战 它不会有直接影响太多的国家 反正是对中国比较不利 因为他们必须耗费一些资源 来来战争 这个海 我先说为什么会对其他国家没有很大的 直接正直接冲击的这个正面影响呢 就是说呃 他们是在海上开战的 嗯 所以对于一些像我们生活在陆地上的人 我们不会直接感受到 我们只是从报章上直接看到 当然它可能会影响一些在股市方面的这个行情 但我相信这个这个只是暂时性的影响 嗯 它再怎么开战都好 它不会令到这些国家呢 陷入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 毕竟你说参与的国家嘛 那天我们谈到中国的这个多面冲突呢 主要还是来自可能中日 呃中越 还有中非 这这三个是主要的 那他中国跟韩国之间的 这个应该也不会在这个南海事件当中呢 突然升温了非常多 反正是中国跟日本 中国跟这个越南 还有中国跟菲律宾 毕竟中国跟菲律宾才是这一次事件的主要关键嘛 就就表面上的关键啦 但最后呢 其实还是美国在背后的 美国 所以所以我说 你看在在这几个多方多方冲突的呃 国家参与里头呢 也许直接受到影响的最大的可能还是越南 毕竟还是邻国 他们不会是在海战 他们有可能就像那天我们谈的嘛 分析到就说他应该会变成一个陆战 那陆战的话影响就比较大了 嗯 可是还是会有伤亡啦 就如果你在海 你做一个海战的时候 平民不会受影响啊 渔民会啊 渔民不出海啦 那没有鱼啦 所以就这就是我说的一个经济上的可能一些轻微的影响 但它不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 它不会是一个太巨大的影响 毕竟它在怎么开展 你捕鱼你捕鱼不是只在那个海域捕吧 可是应该怎么说都会有一点影响 就是你那里打仗是那里的事 虽然是这样子说 但是你出海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 那很多很多渔民可能就会放弃 就是他们觉得不安全就不要去了 那就不吃深海鱼啊 吃这个饲养的鱼啊 那有一些人是有一些渔民是靠鱼才为生 没有自己释养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一个方面啊 但它具体全面化来说呢 有渔民占了整个国家多少巴仙 它是相对比较没那么大的一个比例 那所以我说它的影响 它不是一个很深入或者很深刻很大的一个影响 在短时间内 而且这个战争你要说它会马上结束吗 也不见得 那它就跟你拖这个长久战 长命战 战久了 如果是长命战的话 它不一下子就把所有东西都搞到很大 太僵 太僵 它会慢慢慢慢来那种 所以我就改变了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战争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它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可能有一点影响 但是对于实际上的其他国家运作呢 影响没有那么直接也没那么大 那当然这是美国这方面的这个说法 那台湾本身呢 我们有看到台湾和中国之间有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冲突嘛 这个矛盾嘛 对不对 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呢 台湾比较明显的应该还是会站在中国这一方的 是因为关于那个太平岛什么 对太平岛 有人说是一个岛礁 它不是一个岛 但无论如何 既然我们就媒体上是说岛 那就好吧 我们就用岛这个字来形容了 这个太平岛呢 这台湾本身就要 还是要宣誓这个主权的 它要证明这个太平岛是符合岛屿这个要件 而且强调呢 政府就台湾政府呢 会持续固守南海驻岛 也坚持主权毫不退让 所以这个立场 严格上来说是和中国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 可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 那个岛跟礁 它的分别其实很大吗 会 当然有啊 如果你上网查一查 或字典上查一查 礁 它是属于一个 就你没有办法在上面去做一个发展 建设 这是属于比较小的吗 它不是大小的一个问题啊 而是那个质的一个问题 它是一个质的那方面的考量 当然大小方面 它的问题不是在它的尺寸 不是大小 是那个 我也不懂怎么跟你形容 就交是属于一种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发展成为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领土的一个地方 是完全不可能 还是还没有被 除非你要填啊 你要做很多的这个改变工作啊 但是那个工程非常浩大 那岛的话就不一样了 但是太平 岛的陆地面是很多的 哦 所以这是一个区别 那当然是说 呃 在在这整个整个 怎么说呢 这个太平岛的 这个腰 应该说它主权啊 台湾是肯定不会放放弃的了 所以那那我们 呃 也是之前有分析家说到 可能中国会面对另外一个 冲突 是中国和台湾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台湾这一方面 中国就可以稍微比较安心 因为它不会对 对中国造成任何的一个冲突 但是台湾国安局 它他们有发表这样子的说法 说这个中裁厅的法院 裁决是对中国不利的 那中美在南海角力呢 会增加区域安全的一个变数 这也是 大家在在这个南海区域的 主义岛国 比较担心的这个事件 是 其实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了 还是就是和平一点 好好的谈 就不要真的是 真的是要开战才能解决 其实开战也未必可以解决 你做一个持久战 你花费的是 呃 整个国家的资源 到 如果到最后 你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那不是浪费了时间 保家卫国 是不介意浪费资源的 全是可以烧的 面子尊严是很重要 这是人民和国家的尊严 我们下期见了